跨户橋的獨木舟是怎麼製作的呢 在八千年以前 我們先民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為主 在製作獨木舟的時候 往往先把整顆馬尾松採集過來 然後把它對半分開 然後進行一個初步的修整以後 把它固定在地面上 用木樁石塊給它固定好 然後把有用的一些獨木舟船體 給它用濕泥保護起來 然後其他部分我們用火把 用火把給它一點一點的燒過去 通過這個火焦法 把船體表面給它燒得比較脆一點 然後用石器 比如說石崩 給它刮掉表面這一層 刮完以後 我們就繼續用這個流程 給它反覆的作業 直到初步形成一個獨木舟的形態以後 我們再進行一個深加工 把它修整 修整得比較光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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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